2022 7月27 早上在森林中慢跑 发现石子路两侧 猫咪的杂草被剪断了 进入夏季后 路旁的杂草长得特别快 茂密的一直往前伸展 感觉就快要把小鹿给吞没了 今天被剪下的杂草 部分掉落在路旁 隐约还透着一点湿气 想必是割草机刚整理末不久 德国的环境那么整洁 应该是因为私有与公有土地 都有人在照顾 很少有无人里的地方可以藏污纳垢 说来也奇怪 有所有人的土地 就由所有人负责维护 没有所有权能的地方 就由政府来照顾 为什么亚洲的环境却做不到这样合理的要求 到底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错 德国人怎么能做得这么好 这不是 这不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吗 各负责各的 剩下的政府馆 这有什么难 在亚洲还真的难 我想起传统菜市场的气味 旗楼边一些水沟堵塞的模样 和德国每个星期六 家家户户整理室内户外的情景 产生明显对比 德国人是跪在人行道旁 除门前砸草的 大家可能想不到 许多家庭里 都有跪着工作时 保护膝盖用的泡棉垫子 台湾人如果也能像德国人一样 照顾环境 多花点时间精神 台湾的地形是夺门的特殊 两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平地开车 一两个小时就能亲近 而且还有着绿油油的景色 在德国的高山 那是又远又冷的 台湾的美 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种对外国人来说的异博情调 就像我们在看欧洲 是相同的眼光 可惜我们没有好好照顾 我们的好山好水 早上还看见一只野兔 从林子里窜出来 跑得飞快 不知道是不是上回看见的那一只 我今天其实做了一件很傻的事 跑步的时候 我发现路旁的低洼处 有一颗西瓜大的石头 因为那块石头的颜色有点特别 像绿色的矿石 那块石头原本是堆在森林里的一个岔路口的 有人特意把大大小小的石头 有次序的堆在路旁 像做记号一样 看着还蛮有趣的 我每次跑步经过 都会注意到 所以我认得那块带点绿色的石块 前几个星期 我还在想 那颗大的怎么不见了 不会是有人把他带回家去了吧 今天杂草一简 石头就在路旁陷出踪迹 一定是不知道哪个顽皮的人 将石头把玩一阵子 又随意的丢弃在这里 我跑着跑着 一直想着 是不是应该把石头搬回原来的地方 就在前面不到一公里的岔路口 再堆回去 犹豫了几秒 决定跑回头 双手捧起的那颗躺在沟里的石块 天晓得那石块竟是如此之重 还冷冷嚼嚼的 怕割伤 我也不能用抱的 就双手这么捧着 石头重得我跑也跑不动 最后是每隔几公尺 休息几秒 连稳带爬的把石头带回来原处 真不知那个取走他的人 到底是什么力气 带走石头玩的 看着他回到石头堆 气喘吁吁的我不禁笑了 我想我肯定是有一点神经病吧 在德国的时间 我在森林里的石树 不比工作的时间少 可惜德国就北边靠海 我在的城市在中部内陆 去一趟海边 当天一定回不了家 几十年下来 森林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开心时逛森林 伤心时更得逛 清晨爱逛 傍晚更爱逛 我一个人逛 也寒假人逛 我爱看那穿过树荫间的阳光 风中摇曳的枝叶 地上爬着的大蚂蚁 在森林里 我挺怕野猪和蛇的 好险我只正面遇过鹿和野兔 森林里其实很热闹 许多动物都在他的庇佑下过日子 我有几个对植物很内行的朋友 他们有时会去森林里 采摘菇类 接古木的花朵 和熊葱回家做菜 德国常见的树木品种有 松树 山毛菊 橡树 花树 白杨树和柳树 他们的林业发达 德国人尤其热爱木制品 我公公常说 白杨的木质很软 不适合做好家具 我却很喜欢白杨树 因为它的树干是白色的 到了秋天树叶变黄色的时候 温柔的阳光下 摇曳生枝 特别好看 最近天气暴热 我更感觉到树木的重要 一棵树都没有的石子鹿 和林子里的树荫下 那温度可是差别很大的 德国最近偶尔也会听见 焚风烧了林木的消息 可能对很多在城市里 忙碌于生计的朋友们来说 比较无感 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听到好朋友 不幸罹难一样的心情 一棵树少说也要种几十年 没有树荫的地球表面 我真不敢想象 下午一阵雷雨 物极必烦 说的真是没错 发黄干涸的庭院草地 终于解渴了 森林里的动物们 这回肯定也正凉爽快活着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